16日內 他們衝擊了香港的經濟 衝擊了整個香港市民 令到溝通隱瞞了 港幣的基層市民是最痛苦的 港幣的基民是要用手去拼搏 才能夠戶口 我們的行業 小包行業 紅色小包行業 是重催的行業 因為他封鎖了這條電車路 銅鑼灣的波斯戶街 因為我們幾十年來 都是靠這條電車路賺食的 銅鑼灣的鶴街和沙鐵湖 是我們小巴的生命線 是大動物 他封鎖了這條16日 我們首庭口庭 我們家裏有路有亂 我們要養妻活魚 我們其實很多人已經平了 不能收入 有一位工友昨天在中島和我說 他去財務公司 一二萬元分十二期還款 已經到斷崔的時刻了 所以我們在這裡 希望他們要職守手 讓出那條路出來 讓我們港大市民 能夠恢復暢通道路相通 能夠繼續生存 希望警方能夠窮罰 我現在才會說 寶寶